和大家分享一個發表在南華早報的文章 應該發表的期就是2021年5月28日 題目就是 Anti-China Reporting of Western Media is Getting Chronical 反中國的報導在西方媒體上 現在越來越變成滑溪 即可笑 作者是Alice Lo 就應該是一個 替樣是一個華籍人士 他說一向以來 他就以為 媒體 那些記者 主要現在是被一個 Sensationalism 驅動 Sensationalism 即是 要追求大家的感情 利用一些特別的事件 來引發大家多些看 作為主要的推動 他說 現在錯了 他以前這樣想 現在可能是完全因為意識形態 他舉個例子就是 關於2019年 在 關於香港的事件 在 英語系列的媒體上 在全世界來說 而 跟當時發生的 墨西哥的選舉 一起 相提並論 比較 他說當時 墨西哥的選舉 可以說 在 有 記憶之中 最為 血腥的 從一個 搶眼球的角度來講 其實 墨西哥事件 是有更加多的資料 可以用來吸收眼球 亦都 有些像 荷里活 那樣 大把 大把材料可以寫的 不過當他 在各個網站 做一個搜索的時候 就發現 如果他搜索 那個搜索池是 Hong Kong Crap Down Since 2019 香港的限制 從2019年開始 總共得到 240個結果 即是說 紐約時報 現在他剛寫這篇文章 時 打這個詞去找 就找到 240篇 報道 而同時 打入 Mexico an election and murder since 2019 一樣 用同樣的時間 2019年 謀殺選舉 墨西哥 這幾個重要詞 只是找到 108件 換句話說 如果 美國 是在墨西哥的鄰居 美國 自然地 應該對墨西哥所發生的事 更加有興趣 即是說 紐約時報應該更多 另外 墨西哥營 也佔了美國人口之中 20% 有 5個人之中 有一個 是墨西哥裔的人 因此 在這個報導上 應該 理論上 是報導更加多 關於墨西哥的選舉 但是 現在 從我找出來的數字發現 一個是 240 比108 好像 那個 紐約時報 對香港事件 還有興趣過 他隔離鄰居的 墨西哥選舉事件 現在他也搜一搜 Sidney Morning Herald 這首就是 澳洲這裏 就是雪梨的 早晨報 就找到 關於 墨西哥那邊 有66篇文章 但關於 香港 就有 200篇 這個也不成比例 接著他再找BBC 和Guardian Guardian就是 維捕 英國的 他找類似的 亦都找到一個 類似的比例 當然 香港作為 前 英國的殖民地 亦都因為有 這個 所謂 中英流出名 可能對香港有更加大興趣 亦都不奇怪 根據其他媒體看到 其實 在 墨西哥那邊 在這一次選舉的周期裏面 超過了80個 那些政客 是被謀殺的 而且大部分是被槍殺的 在 今年的2月和4月之間 大約有50個選舉的官員 是被殺的 這個被殺的比例 比起以往 高了44% 如果比較起 香港的政治來講 這個 只是 香港現在 這個 完善 立法局的制度 只是提高了 那個 議席 只是 將一些 反對 政府的 團體 是減少 議席 但相比起 在墨西哥發生的事件 在香港大約有1萬個示威者被捕 當然西方就叫做為民主的活躍份子 但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這些被捕人士 是因為破壞香港的建築物 或者是 財產 或者是 襲擊警察等等被捕 而是沒有一個 而是被控 因為 表達他的民主訴求而被控 他全部都是因為暴行的 因此我們看到 其實現在 在媒體上所謂的 responsible 負責任 independent 獨立 其實 關於 中國 他全部都是說 中國的壞話 隨時 用任何方法 不停地說 看來真是非常之 滑稽